本场比赛看点嘛 肯定他在其中 最佳射手的他今天还能继续有所收获吗 一切精彩尽在EATV 考验的就是双方的稳定性 需要球队能够拿出并且保持住出色的状态 才有可能最终突围成功 希望今天的比赛不会让我们失望 尝试掉防线的身后 这个球很有机会 不过被放手队员给截了下来 边路有空间 这总该进了吧 环子就打破将局了 这状态来得非常快呀 进球的回放来了 看看这个教科书一样的跑位 这样的绝佳机会 怎么可能会错过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林娜马过 漂亮的防守 重新铲回了球权 王霜 机会打门 球又进了 他们以训练的第二道领支持 再次攻破了对手的防线 转眼领先两个球了 你看他拿到球 很轻松绕过了防守 起脚打门 皮球尾就应声入网了 比方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利亚薛尔勒 他们还在对方门前 穿切倒角 等待机会 这是波普 球回到了马过尔的控制下 裁判翻了点球 还好他们两球领先 一个点球并不致命 如采判指向12码点 并且向翻轨队员出示了黄牌 让我们一起看看 这个点球能不能进 这球进了的话 就只落后一个球了 门将扑出了球 门将出击 化解了这次传终威胁 这种滑铲啊 非常不好掌握 而且一旦犯规啊 很容易吃牌啊 唐佳丽 张瑞 漂亮 在后场把球断下 双妹子往上拿球 把球送到了进区 顶是顶到了 但是角度没有把握好 黄牌 唐佳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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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娜马过 直接把球铲断了 唐佳丽 双妹子往上拿球 掌瑞 球权又到了他们脚下 德布里茨 边路现在空间很大 李娜马过 这是个追分的机会 是的 他做到了他们的比赛 还没有结束 进去的过程 其实并不复杂 看起来很基础的二过一 就直接创造出了打门的机会 而对方的门将 这一次却让出了 自己进门柱的位置 让他们抓住了机会 把球送进球门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1 这球该有了吧 门将直接出击 将球从对方脚下破坏了 这是一次完美的出击示范 是 亚历山的拉波普 球权转换 这是一脚极具威胁的挑船 拿到了一个角球 球传到了进去里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球出了底线 还是角球 结尾失误啊 球还在危险地带 他打得非常自信 带着球直奔对方的防线而去 他们获得了一个角球 这是扩大比分的好机会 角球开了出来 一个绝佳的机会 变成了对手的球门球 对方的高位逼强很坚决 看看他需不需要往回打 往说 门将阻挡了进球 板击的好机会 防守队员到位有些慢啊 给了对方一个界外球 漂亮的穿越球 非常重要的一次扑就啊 王珊珊 好机会啊 精彩的扑就 这角射门质量够高 但对方门将还是奋力 将球拒之门外 比分的差距没有能够扩大 现在双方还是只差一球 可以说门将靠自己的力量 顽强地维持住了比赛的悬念 但是他们马上再次发起了进攻 要再次来考验这个门将了 机会就在他脚下 威胁又来了 好球 这球进了 他们就两球领先了 他就这么把球带进了球门 看起来也太轻松了 这种情况可不多见 估计防守少不了教练的一顿训呢 比分被改写成三比一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要捕食两分钟啊 看什么质量啊 打的是不错啊 但是门将还是很轻松地扑到了球 比赛上半场在裁判的哨声中正式结束了 中场休息结束比赛继续换成了德国女足开球 卡特琳亨德雷西 丽娜马果 雷亚薛尔勒 还在继续盘带 向前推进 他还在观察局势 射得漂亮 扑得也很精彩 队友就在身边 又是个角球 看看这次怎么样 这次想打个战术 交给了胡特 幸好挡得这一下 否则就不是现在这个比分了 黄珊珊 球拿不住了 对方的拼抢非常凶 这是来人协助了 10C找队友 他表现得非常稳健啊 挡住了这脚船中 还好他急速出现 完成了抢断 漂亮的传球 传给了王珊珊 直接掉向了防线的背后 说明这球扑得好啊 可惜了啊 这脚凌空没有打进啊 凌空上门是很考验技巧的 其实这次已经很接近气球了 可不是吗 他们决定现在派上替补 对方的高位逼强很坚决 看看他需不需要往回打 亚历山德拉伯普 伯普拿球 他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把球拿到 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30分钟 视野非常开阔啊 一个过顶挑传 把球掉过了防线 好球 非常精彩的凌空抽射 打得太棒了 来看看竞赛的过程 也叫漂亮的过顶球 传到了危险区域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实际以后 将就打进 分差太大了 接下来就看脚法怎么样了 这个拼脚没有吹 才办会手之一比赛继续进行 哨响了 补了进攻方一个任意球 这个时候他们要换人了 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25分钟 场上的球权又有了变化 有机会打反击 看他怎么处理这个球 球被扑出去了 但是对方还有机会 挡住了射门 不过还是很危险 门匠的精彩表演 这个球被对方解围了出来 裁判一开始是给了进攻有力 但最终还是判定犯规 感觉裁判这是在给最后的警告 希望他知道 如果是其他裁判 可能就掏牌了 他得小心了 把皮球挑到了 防线的背后 比起他这三个进球 大家更关心的是 到底谁能拦得住他呢 这次是一脚挑船 越过了对方的防线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射门 目前双方比分是5比1 带球奔向球门 本来是很有威胁的进攻 结果没保护好球 接下来就要看他的了 射门完成得不好 球员门将轻松地没收 利亚薛尔勒 利亚马过 门将阻挡了进球 上边已经在准备换员了 脚球开向了进区中央 凌空打门 他在门线前把球拦住了 利亚马过 很明显他们不在状态 进球来的也稍微晚了一点 他打了个球门上脚 对啊 门将一点办法没有 这球角度太刁钻了 是 比分被改写成了5比2 门将拿到球来 没有问题 利亚薛尔勒 利亚薛尔勒 波普拿球 利亚马过 直接顶到了门将的手中了 这就是没什么威胁了 是啊 亚历山的大波普 没有问题 球门球 王珊珊 前场队员的就地反抢 做得很好 争取到了额外的进攻机会 利亚马过 漂亮的跳传 这个球很有威胁 感觉有了 不调整 直接凌空收射 门将及时做出了反应 这机会不错 好的 这球又有了 分差已经到了 四个球了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 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準 比赛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